近年來地科運動日益頻繁,地震的頻率增加 而台灣位於地震帶上,當然無法幸免 日前高雄美農發生瑞士規模6.4的強震 其中位在台南市微貫大樓倒塌災情最為嚴重 所有責任都指向建築物本體的偷工減料和設計不當 那從台南的條件來看 基本上我們認為說它應該是在一個地震的孕育帶所發生的段地震 所謂的地震孕育帶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地震發生的位置,它一定是有破裂 地殼一定是有破裂,但是破裂的位置它並沒有出入地表 可能在地表底下的某一個深度 在這個區域呢,可能有這樣的一個破裂的構造在那裡 那經過板塊的擠壓以後 那麼這個破裂帶它沒有辦法承受那個壓力 它就發生錯誘,發生錯誘 那這錯誘出現的時候呢,當然就是掩體的破裂,地層的破裂 那這個破裂就產生什麼地震 台南這次的地震,它發生到這棟建築物的傾倒 它可能就是受制於這樣的一個波形 受制於這樣的一個波形 也就是說,當建築物本身它的良柱的結構體不夠強壯的時候 它可能是沒有辦法強受那個減力的波形 就是左右搖晃的波形 那這樣的情況下呢,建築它就可能傾倒 它就可能造成災害 除此之外,也有專家學者認為是土壤異化造成房屋倒塌 而土壤異化這個名詞也在各大媒體、立委的熱烈討論和檢討 甚至要求政府公布全國土壤異化的區域 其實台灣的土壤異化的問題學界早已指出 政府也有了數據資料 一旦公布,勢必會影響到這些地方的房價或是居民的恐慌 學者也指出,土壤異化也是有處置的方法 所謂土壤異化就是說 地層結構裡面的土壤,砂質土壤 它本身有顆粒狀的排列 這土壤你要想說不是我的拳頭這麼大 而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砂粒 而這小的砂粒即便它再小,它也是有棱有角 所以它們兩個碰在一起的時候一定會有孔氣 那在土壤層的時候,這個孔氣用什麼東西來填補 用空氣跟水 有空氣有水,就是所謂的地下水的那樣的一個概念 有空氣跟水在裡面 所以當地震搖晃的時候 這些本來穩定的砂粒會開始重新排列組合 在搖晃這個土壤的時候 砂質的土壤也會開始重新排列它的幾何形態 那它在重新排列幾何形態的時候 裡面的水跟空氣它不可能往下跑的情況下 它只能跑往自由空間跑去往上跑 那當隨著水一起排出來的時候 孔氣就重新被填補 所以就會開始造成那個陷落 所以就造成所謂的土壤變成一個承載力不足的現象 當土壤的承載力不足的時候 那建築物的基礎如果在這上面的時候 它就可能造成傾斜 那如果在傾斜的條件 建築物本身的強度不足的時候 它就可能造成 比如說結構的破壞 結構破壞它就可能造成倒塌的一個現象 假設我的建築物可能在一個或者是在一個所謂的土壤液化的比較輕的範圍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基礎可以打深一點穿越這個鬆軟的土壤層 或者是做我們做基盤改良 也就是說我們用灌漿高壓灌漿的方式讓土壤變得比較強固 或者是把置換這個土壤 我這個建築區建築基地這個土壤全部把它挖起來 置換一個新的土壤然後壓屑之後重新再來建築 再來蓋我的房子 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就可以避免掉未來土壤液化的現象 台東的地址情況根據調查 都沒有土壤液化的地區 但現階段專家建議 重新普查全縣老房子的建築結構和地質調查 以利於後續的補強或是防範 台東有沒有土壤液化區 基本上以目前我們所手邊有的地質資料來看 台東市區基本上是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比較沒有這樣的現象 因為我們可以從幾條 譬如說我們北南西、太平西這幾條西的一個流域情況 跟過去地質資料所看到的 它的地質基本上都是比較屬於沙里岩層的部分 我還是要回頭去呼籲我們的政府 就是說我們要趕緊的去做調查 去做普查 把重新的把台東地區的地質條件 重新調查之後 然後重新的去釐清台東建築物的年代建築物的形態 建築結構的分類 然後遇照年代的關係 遇照建築物的結構型態 該給予補強的就趕快給予補強 那麼我相信這樣的話呢 我們碰到地震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的大的災害 不可諱言的是 建築之後的補強或是重建 複雜的工程與龐大的經費 都會讓不少人卻步 這也是政府需要認真思考的地方 鄰近的日本也是多地震的國家 但日本的建築管理和業者的自律是全球第一 是台灣要學習的地方 天災或許是暫時遠離 但如果人禍繼續存在 只會看到下一次的災難 東南新聞 陳建雄 林婉貞 石榮宇 採訪報導